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曾正祥 今天很开心 因为我的长龙航太在创了新高 最高已经来到140块钱 当初买在113左右的一个价位 已经20几块的一个空间 你长期收看阿翔老师节目的好朋友 你应该都能够发现一件事情 我常常在讲底部进场不应也难 成长股拉回深一点我们再来买 如果他今天飞走了 我们就算了不要买 那如果说对于一些 我不是非常熟悉他的筹码 或者是我认为他的产业前景 这家公司本身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我就不情愿不要去碰他 那背后的背后集中 因为阿翔老师也非常的坚持 坚持什么 我们今天做股票要看产业 要看筹码 不是随便乱嘴随便乱做 所以你看阿翔老师的节目当中 你会常常发现到一件事情 总是有一些股票 我能够在市场上还没有涨之前 就先买到他 像是2329的华泰 6月10几号的时候 我已经在带会员朋友进场买进2329的华泰 那时候买价是23块钱 那61这个2449的金元店买在61块5左右 你会发现总是我们能够在股票他还没有涨之前 我们就先去做布局先去做卡位 到最近的长龙航台也是一样 113块附近就先开始上车 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花一些时间来跟各位说明 为什么我总是能够在股票市场 股票还没有涨之前就先卡位 那当然在这集节目当中 我们就会特别谈到这一点 指数的部分 基本上我今天就不花时间再讲 为什么 因为现阶段它就是一个反复打底的格局 反复打底格局上上下下的 你只需要记得一个重点 后面的选举行情就是来自于现在的反复打底 反复测试之后 你只需要记得买到对的产业 买到对的国票 目前锁定的三大产业记清楚 航台国防 电动车跟先进封装 目前锁定这三大产业 那今天我们在跟各位谈的时候 今天的这一集节目 我们要跟各位谈的 它是一个上级 所以你等一下会看到 这个是上下两集的一个节目 你今天所看的这个是上级 那我们再往下看 长龙航台在当时候 8月23号的时候9点09分 9点09分那时候已经开始先上车先卡位了 先上车先卡位了 那当然到这个礼拜四的时间已经来到140块钱 那我们今天就要花一点时间来跟各位探讨 这个位置怎么去掌握住 怎么先卡位怎么先买好 来 其中呢 这个论点是从几个角度出发 那最根本的重点是来自于筹码安定 我常常在讲筹码安定的时候 大人正在进货的时候就要先卡位 因为那个时间点的卡位叫做布局 而那个时间点的卡位叫做布局之外 你的进货成本跟大人差不多的时候 你的风险相对就能够得到控制 当然有时候在大人布局的时候 有时候他也会失败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可能遇到这个大环境的不好 或者是像前一阵子 我整个交线指数 在两个礼拜的时间跌掉1000多点 那种状况 否则正常的状况之下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模式 它是胜率很高的一种方式 也相对很安全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今天就要从这里面来去做衍生 衍生出来说 为什么事前能够先卡位 股价还没有涨之前就先卡位到 所以今天我们是用长龙航太来去做一个举例 那在正式谈这个论点之前 这个逻辑之前 请各位要记得 破线停损是你控制风险最好的一种工具 或者是最好的一种纪律 所以你不管是做什么样的股票 做什么样的投资 都要记得这个论点 这个纪律的一个动作一定要做 不小心 因为人都一定会有失手的时候 好 那我们接下来正式开始 我把这个观念的其中 它叫做发现即将发动的机会 从四大的面向来去谈 你从今天的节目 希望你能够有所收获 那这四大面向 我们从产业的角度 从筹码的角度 从题材的角度 跟从技术面的角度 从这四大面向来谈 今天因为是上集的节目 我们先花前面谈谈筹码 跟前面谈谈题材 来筹码的一个角度 其中你要看两个重点 第一个大股东的持股比重 跟特定分点券商的一个部分 当然我之前说过 不是每一档股票 一定都会事先先做进货 不是每一档标股 或者是每一档涨上去的 波段大的一个行情 事前一定会有人先进货 不是 但是我们只需要去挑出 挑出什么 我们不是每一档股票 都一定能够做得到 所以不要去贪心说 每一档股票标股 你都一定要做到 不是 而是你要去做 你最能够掌握 打握度最高的事情 这一种方式 它就是提高胜率的一种方式 所以阿翔老师很擅长看筹码 所以今天我们从两个角度 来跟各位做出发 第一个叫做大股东的持股 跟特定分点的券商 那特定分点的券商 今天我们主要还是 以大股东的持股的比重跟比例 来教各位怎么看 来你来往下看 当时候在8月18号的时候 你记得那前那个那上个礼拜的节目的时候 我一直在把这张图贴给各位看 我说那这档股票就是政策股第二 政策股第二 那时候我是盖住的 所以你看不到上面那这档股票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档股票就是2645的长东夯台 8月18号是还没有后面这一根 然后8月25号就是上个礼拜五 出来的一个持股的比重 你会发现股东人数大幅度的降低 因为他股价已经开始慢慢涨了一些上来 你会发现他的总股东的持股 大股东的持股再继续往上去做增加 大股东继续收获 这是一个筹码逐渐漂亮更集中的一种状况 所以你看这几天我的节目当中 我一直在告诉你长东航台还可以买 我们还获利续报 就是这个道理之一 那当然我们还会进一步去观察一些 细的分点券商的一个部分 但是分点券商的这些集中筹码的一个动作 这需要靠经验 因为毕竟有的包含了什么胡伟帮啊 信一帮这些太多了 他想是没有办法一一帮你去整理出来 这必须要靠经验 所以我们能够就节目当中能够先告诉你 一般投资朋友 一般投资朋友能够比较容易去掌握住的 就是在每一个礼拜五 他会公布的 大股东的一个持股比重 当做你一个参考的一个学习筹码的一个 入门的一个思考 这是第一个 你看到大股东的持股 在前两个礼拜8月18号 你看到上个礼拜 我已经在提醒你 这个是政策股 所以他上来了 你会发现 接下来完全符合预期 又继续往上走 持股又继续增加 大股东又继续买 所以你先从这个角度出发 要学习筹码的朋友 你先从这个角度先做出发 然后再来我们再来谈第二个重点 题材的一个部分它是不是能够即将发生 我们在选股票之前 我们常常在讲题材 它是构成一档股票或者是一个产业 能够吸引到市场目光注意的一个焦点 一个启动的一个思考 你不管是题材也好 或者是很大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也好 或者像是这个应收的一个利多也好 其实它追根究底 就是在吸引市场的目光 吸引市场的一个目光 所以你不管要说它是题材也好 它是产业的成长也好 或者是应收创新高也好 它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在吸引市场的目光 我们常常在讲股票要有钱 它才吵了起来 请原来阿翔老师用炒作这个字眼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投资 有研究过的就是投资 没有研究过的冲击买就要投机 对不对 但事实上我们不要这么的冠冕堂皇 我们统一就说准之 股价没有炒怎么会涨得上来 所以这个是逻辑性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题材的一个部分呢 先前我跟各位说过 说过什么 9月14号到9月16号台北航泰国防展 这是事前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 当然很多产物朋友 事前是没有研究 他就会不知道 所以你看阿翔老师在8月22号 8月22号的10点半的时候 我的light add上面就已经特别提醒 台北航泰国防展将于 2023年9月14号到9月16号胜大回归 因为过去三年疫情它是没有展开的 所以你看到8月22号那一天 整个市场是没有人在谈什么 航泰国防 到最近一堆人忽然都在谈军工 8月22号那一天 翰翔是还没有涨的 你来去做对照 在当天我10点半的时候就已经po出light的一个讯息 我说你要留意这个区块 我已经带会员朋友在考虑这个区块 所以我翰翔能够买在55块多 到今天是来到62块钱 但是我这边还是一样要回归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为什么能够事前先买好 不外乎就是筹码 不外乎就是产业 筹码是看出有没有股什么股票是有大人开始在进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 所以你看到翰翔目前走到这个位置 他之前所做出现的一个多方缺口到现在是没有补的 他还是在维持一个高姿态的强势整理 那时候呢2645的长龙航泰 8月22号 8月22号是在这一天 那一天还跌了7%多 7%多 没记错的话是7%多 隔天是8月23号 其实这几根的K线组合他有一个关键的重点 那这个重点我会在下集的节目来跟各位详细的去做说明 所以我们先回过头来再提起来新的一个问题 再提起来新的一个问题 当你先掌握住之后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你看到这一个顺序下来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第一个从筹码的角度我们看出来 航泰国防有这个机会 所以先我先给各位看了这一张 大股东的持股分点 大股东的持股的一个状况 已经开始有连续几周回补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到后面 有航泰国防展提材性的问题也出来 在未来他会发生 有大人开始在进货 筹码已经有这个现象之后 然后题材放在未来 对不对 所以我事先会先做预告 所以你会发现阿小生为什么准 我们是有一个系统性的在做规划 不是这样随便乱色 非不要随便乱买 不是看涨说涨 所以你常常会看到阿小生能够事先卡位的原因就在这边 所以我才会说 如果你是加入阿小生的Lite Ad 你盘中就会收到小叮咛 你看如果你在8月22号10点半的时候 你收到小叮咛说 航泰国防你可以特别留意 你知道有Lite Ad的好朋友就赖我说 感谢阿小生让他买到50几块的汉响 你知道那种成就感是很开心的 所以我们愿意更更去分享更多的操作的技巧给各位 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下集 我们前面谈到这边 谈到这边 我们跟各位谈了筹码的一个重点 谈了题材性的一个重点 你要去判定判定好之后 筹码开始有人在集中有人在收获 然后你就要开始去思考这个产业 接下来到底他有什么样的机会 你不管是什么样的题材 什么样的营收增长都好 是不是能够吸引市场目光焦点的注意 然后你就开始能够明白说 这个产业或者是这个筹码集中的原因 有可能是在这个部分 对不对 那至于在下集的部分 产业的大环境跟这个技术面的一个看法 要怎么看 我们会在下集的节目统一跟各位 去更详细的去做一个说明 那如果说你喜欢更多的一个操作的技巧 欢迎当阿翔老师知道 阿翔老师会更乐意 分享更多的操盘技巧 给各位公开 给各位知道 喜欢这集节目的好朋友欢迎按赞 想要知道下集节目什么时候会开播的 欢迎先按一下订阅 并且追踪小铃铛 开启小铃铛 感谢所有好朋友收看 我们下集节目再见 谢谢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 这次呢 不访юсь兰 非常 Miykin 即兴 ㅇ 别